大家好,我是袁喜全,这里是书香记 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一部小说呢 是我一位我很喜欢的香港作者 乔庆夫所写的《五道黄之诗》 那其实从我在做第一章这个书香记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要把这一套书介绍给大家 那想了很多 那比如说要用什么角度去切录啊 然后要用怎么样的呈现方式啊 同时也想要收集更多的资料等等 然后就一直拖啊拖啊拖到现在 都没有机会把它推荐给大家 然后一直到昨天啊 我忽然间觉得 也许是自己想太多了 其实就直接以《五道黄之诗》的这种风格 来介绍不就好了吗 干嘛想那么多呢 对啊,就像小说中的这个武打场景 他每一招都打得拳拳到肉 一切都很直接,很有力度 非常的淋漓尽致 是的,这是一部让人看了 会觉得热血沸腾的小说 在这里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作者吧 乔庆夫他出生于香港 他是一位文字工作者 他曾经做过各种文字的工作啦 比如翻译编剧 然后偶尔呢也会为香港流行歌曲填词 甚至还拿过最佳歌词奖 在1996年他开始出版他第一本小说 然后接下来作品呢我也有收集一些啦 比如这个香港关机 物工大厦 东兵街道 故事局 沙蝉等等 都是属于一系列这个暴力风格 然后充满了电影感的流行小说啦 我一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啊 因为生活环境的关系 所以香港作者他们写的小说 比起其他中文地区的小说啊 他们节奏感会快很多 然后在描述方面也是倾向于这个画面感 这也许是从小就受到电影 还有这个动漫的影响吧 而乔静夫呢 他更将这种电影感 暴力感发挥的淋漓尽致啊 尤其是在这些中篇小说上面啊 无论是在故事情节的推动 还有节奏感的掌握 然后一切都非常的紧凑 一个一个的小高潮 然后一环接一环 完全就是港漫的风格 对于我这种从小看香港漫画 长大的人啊 完全就是对重我的胃口 而这一部《武道狂之诗》 它是在2008年出版的 它是一部长篇的武侠小说 然后全书一共有21集 现在已经完结了啦 我记得在当初出版的时候呢 还掀起过一阵的武侠已死 或者是武侠不死的讨论 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啊 我想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看一集来谈一谈这个主题 然后说回《武道狂之诗》 在这一部小说里面 它是没有绝对的正道 也没有绝对的邪道 有的就是那种净乎痴狂的武道 书中的人物呢 不管正邪啊 他们都有这一股净 就是那种对武学异常沉迷的精神 这就是乔庆夫他所要表达的武道吧 然后看下去会觉得武道狂之诗 他更像是一部被武侠包住的竞技格斗小说 那套用现代的话啦 他的江湖啊就是一个大型的竞技场 然后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物都会用尽全力压榨自己 然后不管是武当派啊或者是这个燕恒都是一样 那燕恒他是这一部小说的主角 然后他在书中有描述 他在练这个单手刺剑动作 然后六年来每天都风雨无阻的 练习最少五百次啊 然后加起来就超过九十多万次了嘛 然后这样子的练习呢 就是要让身体能够记住 然后很自然的做出这个动作 然后这也是一般训练员 他们每天都会做的日常训练 当然书中还有很多类似这样子对武术很非常详细的这种描述啊 我觉得乔庆夫他并不只是满足于细致到极点的这种武术动作而已 然后乔庆夫他本身习武嘛 他对于运动也有很浓厚的兴趣 所以我想这是他对武术精髓 还有这个狭义精神的理解 然后让他试图从体育竞技的角度 然后对武侠进行解析 还有重构 最后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武林 一个独特的江湖体系 而这个就是他心目中的江湖 一个更倾向于现代化的江湖 武侠小说在梁宇生金庸古龙 温瑞安黄毅等大神的光环下 这很难有人能够从中的突围而出 乔庆夫他在十年前出版武道皇之师的时候说过 他要负起武侠复兴的大任 然后随着这个武道皇之师的完结 是不是意味着他也可以卸任的呢 但是我觉得武道皇之师呢 为这个武侠小说开拓了新的大路 然后这种实实在在的武打描述 还有加上充满速度感的这种电影感描述 很容易让人家投入其中 同时呢 我也相信很快的乔庆夫 他会给我们带来新的作品 让我们再次感受他那充满暴力美学的小说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频道的话呢 请记得现在就订阅 如果觉得这个影片还不错的话 然后就把它分享出去给更多的朋友知道 然后假如对我们有任何意见 或者是任何建议的话呢 我们也欢迎你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